蘇貞昌院長昨天在行政院備詢時 針對蔣萬安委員質詢 他回應說 你就是不懂 屏東豬能我很熟 他們非常支持我們 上禮拜我到屏東的杏公豬肉 他還是國民黨中常委 這就是蘇貞昌院長的話 請問蘇院長 杏公公司 在你去參訪的時候 從頭到尾 有說過支持你開放 哪一株的政策嗎 由蘇貞昌所帶領的行政團隊 之前我們看到 他的子弟兵丁怡明 也是一連串的荒腔走板 成為網軍頭 做梗圖 帶風向 攻擊在野黨 攻擊媒體 還攻擊牛肉麵店的廠商 那果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就是因為蘇貞昌自己 也行得不正 才會培養出像丁一名這樣的一個子弟兵 11月27號 TPBS的民調 蘇貞昌的滿意度減少了10% 只有38% 但是他的不滿意度 來到了44% 上升9% 也就是 如果是T台的民調 蘇貞昌 他的不滿意度已經高於滿意度 已經越過死亡交叉 蘇貞昌已經不被人民所信任 所以該是到了撤換內閣的時候 剛才育民主委特別提到 丁一鳴的事件還有蘇貞昌 他剛才講上梁不正下梁歪 坦白講我認為這是相當客氣的說法 這叫上下交相賊 這件事情就是丁一鳴牛肉麵之亂的翻版 丁一鳴的錯誤在於把美牛當來牛 蘇貞昌的錯誤是把信工當信黨 信你們民進黨嗎 簡直是狗屁不通 正告民進黨政府 蘇貞昌院長千萬千萬不要秋後算帳 針對信工公司有任何政治打壓 查水表的事情 如果你這麼做 你就是與全民為敵 你就是與所有的豬農戶為敵 祝賞